欢迎各位观看,我是你的爱情演讲,李转 今天的主题就是 两种你不要浪费时间的对象 经常都听到一句话 选择比努力重要 傻猪猪的人才不会你选择 盲目地努力而已 结果最后就自己找自己笨 甚至可能自己笨了自己都不知道 同样地,在找爱情对象上 没错的,技巧是重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不要来借不渠 见对方给你心动的感觉 就立刻狗冲进去 其实有些人就算是令你心动也好 你也是最好鼻子侧鸡 说不单是一些渣男渣女 就算某些是心理善良的人 都不代表你是适合跟这些人发展 你会发现就是 怎样努力也好 都是跟这些人一起不了 浪费自己的时间 今天我就会说有些什么人 你宁愿继续单身也不要走过去 开始之前先帮我拉拉下去 先按个like键吧 好了 第一种人 感情窗口完全关闭的人 这里所指的感情窗口 就是说他有多愿意打开选择权 愿意跟人交往 不是针对某个人 漂亮不漂亮 臭不臭 有没有feel 那些 如果一个人是感情窗口完全关闭的话 在座这么多位都不会有机会 这种人通常是女生比较多 尤其是那些二十多岁的妹猪就更加多 当然男生也有机会的 不过少一点 会在什么情况之下 对方会是感情窗口完全关闭的呢 通常都是因为放不下前度 或者上一段的感情关系 为他带来很大的创伤和阴影 令他觉得对拍拖这件事好恐惧 宁愿续单身更好 面对这种人 我知道很多傻仔傻女会觉得 不要紧的 我可以用我的诚意慢慢打动他 你这样想得出事了 我不是说面对着心动 相处OK的人等待就是不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面对这种人 就算你的技巧再高超也好 随时可能等半年至年纪两年也好 你还是原地踏步的 你看一下 这个时段值不值得去等 还要等完未必一起到 而在我的角度 我就觉得整件事是不值得的 最多最多用投资的角度去表达 你最多分一小注在这个人身上 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绝对不是你的主材 不是你重点关注的人物 重仓必输也 第二种人 分手没耐的人 看到这里或者你会说 分手没耐就是感情窗口完全关闭 又不一定的 有些人的确是会很屈屈寡欢 很挂着的前度 有些人也会尝试打开他的选择权 但是 无论盘 开大或者开小都好 分手没耐的人 我都建议不要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 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分手没耐 我的意思就是分手不超过一个月的人 又或者你会很傻子地想 既然他刚刚分手不开心 又肯打开选择权 那我还不行 我告诉你 你一旦是冲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是很大机会 直接变成对方的情绪垃圾桶 三句不是两句就讨论他的前度 这样那样 不是完全不能谈 而是你去到这个程度谈的话 当他慢慢走出来的时候 你的功用就完结了 从此我们就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而且这种人通常是很容易跳制的 你对他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会很自然联想起他的前度 甚至会将你和这个前度 内心里面做比较 长远来说 你是没有胜算可言的 所以这两种人 我真心建议你不要碰了 或者他们只是你打开选择权的非重点部分 而假如你现在的心仪对象 不是属于这些 而你在推进上 你觉得是很棘的话 那我现在有个全新的教学课程 邀约见面必胜功率是带给你的 里面会说到就是 如何制造欲霸不能的邀约条件 和见面上的氛围 里面除了教你一些好技术向的做法之外 你还可以在里面预约一次 60分钟免费挽回安慰对象的评估 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 那你见到如果里面的预约是失效的话 不好意思了 代表真的饱满了 所以要报名请尽快 如果你想领取这些教学和预约的话 可以参考下面description上面的链接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今天的内容的话 现在立刻在下面给like给大家知道 另外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立刻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那么我最新的影片推出的时候 你就不要错过了 这集就先说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